原民會有災害救助 有臨時工 有重建修繕 融資紓困 你的臨時工 每個小時183塊 每月最高150小時 最長兩個月 跟老委會有什麼不同? 你跟原民會之間的分工 是怎麼分工法? 是 原民會針對原住民 勞動部這邊 完全不分對象別 原民會是最長兩個月 你是半年 原住民的身份 我既可以到老委會 也可以到原民會的意思嗎? 只要時間不重疊是可以的 而且我們必要都可以延長 處長你們是要檢討一下 你是不是也是應該是半年 跟老委會一樣 你才會有你所謂的莊案啊 你根本不是莊案啊 災民要有類別的區分 而不是全權交給地方去處理 你們可不可以去審核一下 受災民眾是怎麼樣分別 只要地方政府認定 他有認定災民 所以是地方政府嗎 你知道長期以來 原住民地區最大的一個困擾就是 地方政府全權處理 變成綁裝的一個工具 真正受害的這些災民們 並沒有真正感受到 檢討一個月之內給我 修善部分 每戶最高11萬 請你簡單說明 如果涉及在他的戶籍門牌 他只要有居住的事實 經過里長認定 就來可以生效 所以不需要一般低收入戶 一般災民都行 只要他認定有迴損都行 好